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这一点,李从科早就对养父李思源深怀愿望 他也许在想,当我三十多年跟随义父南征北战的时候 还没有你李从科呢?凭什么我吃苦,你享受? 有了这种想法,李从科哪儿还坐得住呢? 也许是李思源在位期间,战争之神昏睡了整整七年 而当李思源死后,战争之神又忽然醒了过来 李从后没有从政经验 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更是没有什么直观的感觉 虽然当了皇帝,但是大权还是掌握在顾命大臣朱洪昭和冯云的手中 这两位爷难得地爬上如此高位 自然既和那些能威胁到他们地位的实力派 而此时,能让他们寝食难安的只有陆王李从科 李从后年轻不懂事,一余控制 而李从科十年已经五十多岁了 万一当了皇帝,哪还有他们的位置呢? 朱洪昭和冯云经常派人暗中到凤祥 去抓李从科的把柄 寻找下手的机会 朱洪昭苦思良久 想出了一个好方法 他打着皇帝的旗号发出调令 对地方长官进行异地调动 不能让这些人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 否则就会形成一个军事集团 威胁到中央的安全 朝廷下旨 让河东节度使石敬堂调任为成德节度使 而把李从科从凤祥调往河东 李从科知道这肯定是朱洪昭的鬼主意 他在凤祥积累的人脉和实力 眼看就要失去 河东是好地方 但那毕竟不是自己的地盘 没三五年的功夫是难以立足的 而且这样调来调去 朝廷的目的就是不想让自己拥有地方实权 没有实权 尤其是没有军权 就等于是把自己放在了人家的案板上 生死由人掌握 这怎么能答应呢 一不做 二不休 反正义父已经死了 放眼当时也没什么人能制服自己了 而且在李从科的背后 手下们也开始怂恿他能够成就大事 毕竟李从科如果能够成帝 他们也能跟着鸡犬升天 何乐不为呢 于是劝李从科起兵清军策 说皇帝是个不懂事的小毛孩子 大事都由朱洪昭做主 这次罪不是东西 常想着要害大王 如果大王不早动手 毁之晚矣 李从科也担心后下手遭殃 意狠心 反 唐应顺元年二月 李从科打着静难的旗号 起兵造反 要说李从科的地盘并不大 只是西部那一小块地皮 和大明建门年间起兵静难的永乐皇帝情况差不多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九驻军功 威望较高 而且面对的是一个殊胜皇帝 朝廷方面的将才也不多了 打起来并非想象中的那般艰难 朝廷得知李从科造反 派出西京留守王思同 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 调动军队前去剿灭李从科 王思同率军攻打凤翔 李从科兵力不多 难以招架 几次被官军险些破城 李从科情急之下 对部下放了一颗催泪弹 我跟从先皇帝身经百战 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 为了大唐江山立下汉马功劳 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 可是皇帝昏庸无道 信用奸贼朱红招要加害于我 我有什么过错 说罢大哭 部下都是李从科的死党 都纷纷地向李从科表示了坚定的决心 李从科大喜指挥军队死守 我们再说官军 有一个草包将军张千钊 见到李从科连连败退 立功心切 挥剑逼迫官军拼命的攻城 这些军爷一听就来起 急贼 你在后面躲着 倒要让我们去送死 不干了 官军调转了枪头 对准张千钊九次 张千钊吓得骑马逃去 与林军指挥时 杨思泉剑机倒戈 对着官兵大叫 要想富贵的 跟我投降陆王啊 杨思泉一呼万应 官军转眼之间 就成了李从科的部署 李从科本以为要完蛋了 没想到天上 竟然掉下了一个大馅饼 立刻率军发动反击 官军统帅王思彤 这时还不知道滑遍之事 都师攻城 突然见到官军道哥 吓得和其他几位解渡时 是落荒而逃 李从科知道形势有了好转 不敢松懈 一路东下来到长安 西京副留守刘岁雍 开门迎降 李从科先出前靠上三军 然后继续东进 只用了不到七天的时间 李从科的静难军 就打到了闪州 刚当上皇帝没几天的李从科 得知老哥返了之后 非常的恐惧 他虽然正着经验浅薄 但对老哥哥的手段 还是很了解的 他气愤的对大臣说 我本就没想当什么皇帝 现在大事都有你们来做 我知道什么呢 刚刚起兵时 你们都说李从科兵少不足为力 结果如何 你们出了事 却要我来买单 也罢 我就向李从科投降 生死由他 和你们没什么关系 朱昭红和冯云 面面相去 说不出话来 朱昭昭知道 李从科入朝 第一个灭的就是自己 与其受辱而死 不如提早了断 投井自尽了 冯云被侍卫 马军都指挥使 安从晋杀掉 带着朱昏晋和冯云的人头 投降了李从科 小皇帝李从后 知道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 也没有自奔老兄帐下请罪 而是自己出走到魏州 投奔介父石敬堂了 应顺元年四月 李从科大军进入洛阳 他心里这个美啊 大事成功 皇帝轮流坐 今天该着我了 当然他还要遵守那一套费力程序 以示自己德国之政 冯道等留守大臣都想 皇帝走了 再立一个就是 陆王就不错 于是奏醒皇太后曹氏 由陆王监国 没过几天 李从科就称帝于大型皇帝 李四元陵前 费帝李从后逃到魏州 正遇上姐夫石敬堂 哭了一通鼻子 心想终于上岸了 可是他哪知道啊 这个姐夫比蛇还化 根本没看上这个七弟 也并不想得罪李从科 便假惺惺的说 要替李从后 找魏州刺士王洪志 要求他收留李从后 王洪志做得更绝 不仅不愿意收留 反而劝说石敬堂 虽说他是皇帝 但现在如同丧家之狗 身边只有五十多个人 拿什么和陆王抗衡 石敬堂心想 这个老王说得真好啊 折回来 见到李从后 也不多说废话 把李从后的随从 全都杀掉 把李从后 强行送往魏州 交给王洪志 王洪志为了讨好李从科 下毒将二十一岁的李从后 害死了 李从科得知小弟 李从后的死讯 大哭不止 这当然是装出来的 群臣以冯道为首 也假模作样地劝 陛下节哀顺便 人死不能复生 哭也无意 还望龙体保重云云 前面说过 李从科的启示过程 和明永乐皇帝差不多 但是两个人的治国才能 却有着天壤之别 永乐继位之后 进行改革 又是修书 又是下西洋 虽然动静比较大 但社会经济 却在向前发展 而李从科成功后 不但没有逆取顺手 反而穷凶极恶 让当初支持他的大臣们 高呼上当 后悔不迭 李从科当上皇帝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封赏功臣 这些人跟自己 当然不是顺从民意 而是赤裸裸的要钱 李从科知道 军饷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 但实际上 经过连年的征战 后唐正处于恢复时期 皇帝都穷 更何况百姓呢 费了半天脚 李从科瓜第三尺 才弄得了区区六万贯 把他气得吐血 这点钱够干什么的呢 即使加上 从太后太妃那凑来的金银财宝 满打满算 也只有二十万贯 没办法 就这些 先凑数吧 那些兵游子们 本想在李从科身上 多捞点油水 谁能想到 最终落到每个人手里的 只有二十贯 而源在洛阳城中的兵们 更惨 只得到了十贯钱 这兵游子们 以前都在军头那刮了不少油 胃口早就撑大了 见李从科如此抠门 泼口大骂 李从科暂时管不了这帮游子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 就是要铲除他认为一切能够威胁到他地位的势力 而首当其冲的 就是他的干妹夫 石敬堂 因为李从科和石敬堂 都是明宗李四元的至亲 并且两人都是李四元夺取天下的重要功臣 无论是从亲情 地位 能力和威望上 石敬堂都是自己的巨大威胁 何况两人 关系早就不合 经常在李四元时代 就争风吃醋 事成对头冤家 石敬堂也是一代枭雄 当然知道自己 已经身处险境 可恨的是此时 他还不便和李从科公开对抗 只能经常通过曹太后的关系 在洛阳自探情报 以随时制定对策 此外 为了对抗李从科 石敬堂凭借地利之变 和临近的契当国皇帝 耶律德光眉来眼去 勾勾搭搭 耶律德光上次出征王都叛乱 被李四元教训了一顿 自然不服 看到石敬堂找上门来 当然也乐于出手 李从科虽然人在洛阳 但他的情报也不落后 很快地就知道石敬堂 和耶律德光私通的消息 李从科认为 石敬堂根本就靠不住 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祸害 他手下有个世遇使 叫吕齐 他给李从科处理个主意 石敬堂一定给了 耶律德光什么承诺 所以 契丹人才愿意和石敬堂 结尾联盟 陛下可以釜底抽薪 派人去和契丹议和 大不了每年多出一些财物 而且契丹树律太后的儿子 李藏华还在我们手上 不怕契丹人不答应求和 如此这般 那么石敬堂便失去了外怨 陛下再出兵讨伐河东 大事可成 李从科听了 非常的高兴 直说这是好主意 吕齐这个办法真觉 古贤有言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望 耶律德光不是觉得有利可图 哪会来管中原的闲事呢 只要李从科给耶律德光 高于石敬堂给出的许诺 那么耶律德光也犯不着 因为石敬堂来得罪李从科 李从科觉得这事是个好主意 为了表现自己的聪明 把这个计谋当成了自己的原创 来征求大臣们的意见 舒密学士薛文玉 是个老学究 资历深厚 他回答道 你是天朝皇帝 怎么能够对一敌 低三加四呢 这也犹如陛下的名声 而且如果耶律德光 要求陛下和亲 陛下怎么办呢 李从科有头无脑 也觉得万一事情如此发展 拿自己的宝贝女儿就惨了 他回头就把吕齐找了严加责骂 你安得什么心 我就一个未成年的女儿 你倒忍心送给一人 吕齐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被骂的是昏头转向 连连道歉 李从科这才作罢 石敬堂自从结识了耶律德光 底气是越来越足 认为可以一血前耻了 可是如果出兵 他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便听从首席幕僚 桑维汉的建议 尚书说自己身体不好 不义助手河东重镇 请求陛下给我换一个地方 这明显是石敬堂的激将法 只要李从科一答应 他马上就有了起兵的借口 他要让天下人看看 不是我想反 是李从科逼的 李从科接到折子 非常兴奋 立刻答应 而吕齐和几世忠 李松等人 早就看出了这是石敬堂的诡计 力劝李从科不要上石敬堂的当 可是李从科坚决不听 觉得这是铲除石敬堂的唯一机会 下诏把石敬堂调往运州任天平军解渡时 消息传到了晋阳 石敬堂差点没乐翻过去 心想李从科真是有勇无谋 就这智商还想跟我斗 唐清泰三年五月 石敬堂起兵太原 为了表明自己起兵的正义性 他给李从科上了最后一道表 上写 你不是明宗皇帝的亲生子 本没有资格当皇帝 费帝虽死 还有许王李从义在 只要你把位子让给李从义 我就罢兵 这明显是哄小孩子的把戏 李从科岂能答应 当即破口大马石敬堂 你这个朝三暮四的小人 你为了讨好我杀害了李从后 现在又把李从义 抬出来当皇子 谁不知道你想干嘛 李从科随即评判 派遣晋州刺史张敬达为帅 督军讨伐石敬堂 张敬达会合了张延祁 杨光远 高行州等部 何为太原 我们再来说说石敬堂 实际上他之所以能够平步青云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石少庸 是李克用 以及李存旭时代的大将 在中上层有点人脉 另外一方面则是石敬堂 娶了后堂民宗李四元的女儿 现在有句流行话叫做 嫁个好老公 奋斗少十年的说法 反过来 找个好岳父也是一样的 李四元登基之后 石敬堂一跃成为驸马爷 前程自然是一片光明 不过他和李四元的养子 李从科关系很差 从一开始 这两个人就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两位都是皇帝近亲 谁也不服谁 再加上都有军功 更是彼此瞧不上眼 这个平衡直到李从科 静难登基后突然被打破 石敬堂的位置 明显的处于劣势 作为一个老辣全树诸侯 他非常的恐惧 虽然刚开始 还能和李从科 做点表面文章 但这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要想和李从科 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任李从科宰割 要么灭掉李从科 换成其他任何智力正常的人 都会和石敬堂一样 选择第二条道路 虽然石敬堂的个人能力 并不逊色于李从科 但是毕竟实力差距较大 唐军有雄厚的朝廷作为背景 一时间就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猛烈攻城 太元虽然说是个大城 但奈何不了唐军人数太多 好几次都差点被攻破 石敬堂看到自己战争不利 甚至是已经走到了生死边缘 他决定使出自己 已经隐藏多年的另外一手准备 这手准备不仅仅改变 这场宫廷政治斗争的格局 结束了李从科的后唐王朝 甚至改变了中国后一千年的命运 同时也遗憾地成就了石敬堂 遗臭万年的儿皇帝大名 这件事就是引兵器丹 它直接导致了割让幽云十六州 也毁灭了中原人 背抗外敌的战略屏障 上下五千年 独时有学问 我是罗宾 刚刚您听到的是三峡出版社出版的 由江郎柴进撰写的 五代十国风云录 五代篇后唐中兴的最后一章 在下期节目中 我们将为您带来皇帝的尊严后进篇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